戴著聖世茂對機場聚集民眾揮揮手 他是日本前首相 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 七號上午抵達台灣 麻生從七號到九號訪台三天 抵達台灣後下午將到五指山國軍公墓 吊宴李登輝 八號出席凱達格蘭論壇 印太安全對話聚焦討論台海情勢 他也將分別會見蔡英文以及賴清德 並接受吳釗謝婉宴 麻生太郎這次訪問台灣 特別單獨跟賴清德來見面 其實賴清德他從立委時期開始 就不斷地經營台日關係 不像某些獲選人問導人的方式 只想到說要選總統了 趕快來經營台日關係 由於麻生在六月跟八月初 在日本分別見了柯文哲以及侯友宜 因此訪台跟賴清德見面備受關注 駐日代表謝長廷一早幫麻生送機 他提到麻生可能是唯一見過 藍綠白參選人的日本政治人物 還語帶玄機說麻生跟郭台銘是舊事 而日媒分析麻生單獨會見賴清德 傳達的訊息就是如果賴清德當選 對日本和台灣的關係是好的 麻生訪台預料將會觸及敏感的中國議題 北京當局不排除會有更大的抗議動作 而麻生也延續安倍所提出的台灣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再加上麻生派在自民黨內部 佔有重要地位 對日本的台海政策有一定程度影響 台日關係如何發展 牽動台海情勢 三連新聞 黃元潔 若果台北參謀到